军事强国俄罗斯的航空母舰竟然在任务中发生意外 舰体一路上黑烟滚滚令世界耻笑 之后是中国出手才解决了它的困局 2016年9月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舰艇中 俄罗斯的唯一航母赫然在列 这本来只是普通寻常的一次出巡 但在整个过程中航母都笼罩在黑烟中 倒不像是耀武扬威 更像是撕下了它最后一块遮羞布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原本是世界公认的强大 然而昔日强大如斯竟也有着这样让人无比窘迫的时刻 不过好在关键时刻 中国出手了提供了一艘十万吨的浮船物 让俄罗斯转危为安 那么俄罗斯为何会沦落至此 中国又是如何提供帮助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原来库兹涅佐夫号已经年久失修力不从心了 在航行的路途中 一路黑烟滚滚 再加上体型巨大无比 一整个看起来就像个庞然大物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巨型拖拉机呢 虚弱的小库以这样的造型姿态 硬着头皮在大海中飘着一路黑烟航行下来 引得不少外国媒体争相报道 许多国家更是借此机会狠狠地嘲笑了俄罗斯一番 不仅仅是嘲笑 他们还派出不少军舰和侦察机 驻足观看不过瘾 甚至还去实施干扰 而俄罗斯海军这边也是倔强的狠 从不认输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赶跑了前来骚扰的军舰和侦察机 同时 也做好了自己自足的准备 由于担心航行路上的一路坎坷 其他港口或许会禁止他们停泊休整 已经早早地未雨绸缪 提前准备了负责补给的战舰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正确的 果不其然 航行一路下来 竟然没有一个国家的港口 愿意接纳这艘年事已高的库斯聂佐夫号 真是令人唏嘘 同年11月 小库好不容易艰难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就当所有人都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正准备打到回府返航时 出了个大问题 当月13日 当天完成任务的三架战斗机降落时 却只有第一架战斗机平稳的降落成功 其余两架都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后面的战机想要停下来 却意外扯断了兰卒所 其势头之猛 直到第四道兰卒所才看看拉住它往前冲的势头 从这里不难看出 库斯聂佐夫号连日常维护都无法得到 不然也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由于地面上出了这么一个幺蛾子 最后一架战机也没办法直接降落 只能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徘徊在空中 紧急关头 留给俄罗斯海军的时间不多 因为战机一旦长时间没有降落的话 油料消耗殆尽就会击毁人亡 这时候留给俄罗斯海军的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让战机去百里之外的陆地机场迫降 可这不等于打自己的脸吗 一路上肯定要被其他国家不怀好意的媒体拍照记录 到时候可就是让天下人笑话了 要么等待地面人员修理好相关蓝组所设备 可由于长时间未曾进行过相关的训练等诸多问题 能否在机油耗尽前修理好也并不一定呢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海军军官决定孤主一致 赌一把选择相信地面维修人员 毕竟面子问题还是至关重要的 可惜的是最终结果赌输了 地面维修人员并没有在战机耗尽机油前 抢修好相关设备 让战机平稳降落 最终第三架战机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遗憾地沉入大海 这对俄国海军而言 并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 更是心理上的创伤 作为国内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出现这种问题 乍一看出人意料 实际上却早已有了兆头 这还得从小库建造时的背景说起 当时建造它时 俄罗斯动用了几百个行业专家 和上万的工厂 可谓是呕心立血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1985年成功建成 可建成后没多久 就经历了家庭破裂 1991年1月21日 小库开始服役 可好景不长 服役没多久 同年年末 俄罗斯就经历了政治动荡 这次动荡对航母小库的影响是巨大的 危机之后 由于航空母舰相关的工厂 和技术人员全部分配给了乌克兰 再加上当时俄罗斯的经济正经历寒冬产生了巨大的下滑 俄罗斯暂时也没有更多的能力和资金去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 甚至也没有余力来维护保养库兹涅佐夫号 这使得库兹涅佐夫号根本没有经历过几次像样的维修 而且作为仅有的一艘航空母舰 从服役至今也经历了三十多年 已经是人老珠黄了 可俄罗斯就剩下了这么一艘航空母舰 除了维修 暂时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然而维修也并不容易 由于长时间没有过这个想法 库兹涅佐夫号已经接近是一堆破铜烂铁了 库兹涅佐夫号的动力源是蒸汽锅炉 因为蒸汽锅炉的原因 才导致每次出航都是黑烟滚滚 这也是库兹涅佐夫号的一个标志性景色 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他来了 更有媒体戏称 对付库兹涅佐夫号 甚至压根用不上任何检测设备 只凭这海上滚滚黑烟就能将其定位 在迫于无奈之下 俄罗斯立即开始实施对航母的维修 维修的首要重点是更换锅炉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为库兹涅佐夫号体积太大 再加上当时技术限制 只能通过放置在PD50浮船坞上 才能进行维修 由于久未维护启用 PD50浮船坞竟然也面临着 跟库兹涅佐夫号同样年久失修的问题 2018年10月 俄罗斯海军正紧锣密鼓地 在PD50上修理库兹涅佐夫号 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意料的 30日凌晨 维修航母的工作 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然而此时突发停电事故 直接导致进水门发生故障 海水填满了整个PD50浮船坞 最终 浮船坞沉入了海底 不过万幸的是 库兹涅佐夫号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因为自身有福利没跟着沉下去 可是也失去了控制 撞上了PD50浮船坞 紧接着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 浮船坞上的起重机 一台直接被海水淹没 一台毫不留情地砸向了 正在维修的航母的舰身 竟砸出了个大坑 要知道 PD50可是俄罗斯最大的浮船坞 也是难得的为数不多的能维修 库兹涅佐夫号的浮船坞 可这一次事故 不仅小库没修好 就连PD50浮船坞都沉入海底了 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航母修着修着差点完全报废 出现这样的事故 令俄罗斯海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们只能把库兹涅佐夫号 停在码头边上 靠着人力 一点一点地打磨修理 进度缓慢不说 也缺少好的设施 颇有点鱼躬移山的味道 这样的日子仿佛一眼看不到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9年12月12日 航母上一起事故的创伤还没有弥补好 就又出现了事故 这一次事故虽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坏 不过对俄罗斯海军产生了不小的打击 事故的原因是在维修焊接中 一点飞溅的火星不小心碰上了溢出的易燃物 导致在货舱内引发了不小的火灾 火灾面积高达600多平方米 更是造成了十几人受伤 二人死亡 不过幸好火灾被很快地扑灭了 库兹涅佐夫号还不算太无法拯救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 俄罗斯海军彻底维米不振了 浮船雾没了不说 就连停在码头 纯用人力一下一下敲也行不通 这个时候的小库 仿佛成为了俄罗斯海军的弃子 直接被抛弃在一边无人问津了 修好库兹涅佐夫号的任务 变得遥遥无期了 还记得15年前 俄罗斯曾直言15年内造6艘航空母舰 如今别说6艘了 就连仅剩的一艘也快奄奄一息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俄罗斯军事实力的下降 记得当时豪言壮语的时候 诸多国家纷纷表示质疑 先不说能力 有没有这么多钱还是个问题呢 对此 俄罗斯国防部长不屑地回复 即使我们造不成又如何呢 我们也依旧可以使用其他手段消灭它 这话把俄罗斯的硬气态度展露无遗 同时也说明 俄罗斯除了航空母舰 还有别的底牌 要知道俄罗斯的水下核潜艇技术是世界一流 当初疏忽了库兹涅佐夫号 也正是出于对核潜艇的自信 核潜艇是俄罗斯出了名的战略武器 能让不少国家闻之色变 再加上核武器技术 令俄罗斯即使没有像样的航空母舰 也能让其他国家不敢轻举妄动 可话虽如此 航空母舰任其生锈 放着不休 也不是个事毕竟水下力量配合航空母舰的力量 才能更加震慑敌人 于是在2021年 俄罗斯国防部长亲自去研究库兹涅佐夫号 对于他的诸多不幸 这位部长也有所耳闻 却依旧不由分说地坚持 要求必须修好 这可难倒了俄罗斯海军 因为他们也没有了更好的办法 深思熟虑之后 最终决定请求其他国家支援 可放眼望去 世界上诸多国家 军事力量足够强盛的国家 也并没有几个值得信任的 更是趋值可数 最终他们选择了中国 这是最合适 也是最正确的决定 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很合洽 在经济 工业 军事等等领域 都有着深入的合作 两国元首更是频繁互动 两国关系越交越好 更是必然的趋势 他们选择信任我们 自然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 同时这也是一个 彰显国力强盛的机会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无论是工业 还是大型制造业 都已经产生了质的变化 从古至今 我国的文化都讲究 诸人为乐 乐善好施 这份美德不仅体现在 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更是体现在与他国深交 提供帮助 建立有益的大国风范上 朋友有难 我们自当雪中送炭 于是 中国马不停蹄地 建了一艘大型浮船物 即刻运向俄罗斯 位于青岛的大型造船厂 想必大家可能都没听说过 这可是世界上趋值可数的 能力一决的造船厂 就连骄傲如美国 也曾经来采购过 大型的浮船物 同样的 这次运往俄罗斯的浮船物 也是出自这里 2022年12月13日 这艘来自中国青岛的 巨型浮船物 向着俄罗斯的方向 缓慢而又坚定地移动 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 最终 将由俄罗斯著名的造船厂接手 据可靠消息 我们的这艘巨型浮船物 无论是尺寸还是性能方面 都完胜俄罗斯之前的PD50 这艘浮船物 有350多米长 内径宽80米 形身30米 最大承载重量 可以到10万吨 有两台50吨的起重机 可以完全胜任各种航母 船舶的工作的维修 这样大的尺寸 不用说 肯定能轻松驾驭 库兹涅佐夫号了 其他的小型军舰 更是不在话下 有了PD100夫船物之后 库兹涅佐夫号 基本上可以做到满血复活 这个独生子 航空母舰 对于俄罗斯海军来说 意义之大 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 甚至还可能多造几艘 其他的战舰 让军事力量更上一个档次 同时 对于造船业 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总而言之 这个PD100夫船物 对俄罗斯而言 是意义重大 且深刻的 对已经火烧眉毛的俄罗斯 不仅提供了帮助 更代表着中俄的友谊 是一份超级大礼 有了他 一定能早日看到 库兹涅佐夫号 驰骋在一望无际的海洋 能早日重振海上的军事力量 也能让某些国家 对俄罗斯刮目相看 不敢再轻易嘲笑 同时 也能扭转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让世界明白 中国各个领域的力量 已经不容小觑 可谓是双赢 在未来 相信俄罗斯 也一定能摆脱各种硬件问题 在各个方面 都能更上一层楼 对此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